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怎样制作豆腐脑 口感内滑,营养又好吃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首先准备150克干黄豆 提前浸泡一夜 这是泡好之后的黄豆 水分控干之后倒入破饼机中 加入1400毫升精水 再选择果蔬汁磨成生豆浆 豆浆磨好之后直接锅滤到锅中 我们先把豆浆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再继续小火煮5分钟 把豆浆彻底煮熟 用漏网吧里面的浮沫给撇出来 5分钟之后我们关火 再自然冷却2分钟 准备3颗内纸 内纸在网上可以轻松的埋到 再加入少许凉麦开 或者说纯净水 把内纸给化开 化开之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冷却之后快速倒入准备好的内纸中 快速的搅拌均匀 撇去上面的浮沫 再盖上盖子保温10分钟 时间已经大了 我们的豆腐脑也已经成型了 非常非常的嫩 做好之后呢 我们给它一层一层的馋起来 尽量馋薄一点 口感会更好 爱吃甜呢 我们直接加一些白糖 我最喜欢的就是甜味豆腐脑 喝起来像甜品一样 真的太爽了 夏天喝甜呢 非常的清爽 喝起来超级美味 爱喝咸呢 我们就放一些鸡汤 或者说胡辣汤 今天就分享比较简单的凉拌多法 加入生抽 添醋 再少加点小抹香油 我们咸味的豆腐脑也就做好了 两种口味 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味道都非常不错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脑 又滑又嫩 比满太好吃 喜欢就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收藏 点赞 关注 感谢支持